请照您的诺言,使我稳步向前, 别让任何邪恶把我击败。 因父及祂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者心灵同在, 在今天的读情音, 美色对百姓说, 你们要切实遵循天主给你们的诫命, 这样在万民眼中, 才能显出你们的智慧和见识。 显出你们的智慧和见识。 这句话可能会让我们有点惊讶, 因为平常我们看到很会听命的人, 会服从的人, 我们觉得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没有智慧。 他们只要跟着掌上服从他们老板的命令。 可是在天主眼前, 服从他的人才有智慧。 神道离开时, 我们放行片刻, 我真的会服从天主, 听他的话吗? 基督你封命来拯救忏悔的人, 求你垂怜。 基督你来召唤罪人, 求你垂怜。 基督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装大, 求你垂怜。 求你垂怜。 圆圆圆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上主, 你愿意我们借着四群摘起, 陶冶身心, 以获得圣言的滋养, 求你使我们能以圣洁 而淡泊的生活, 全心全力地侍奉你, 并使我们彼此以祈祷团结在一起。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读生命纪。 梅瑟对百姓说, 以色列, 现在你们要听从我教训你们的法令和规律, 建诸实行, 你们才能生活, 才能拥有你们祖先的天主上主, 赐给你们的土地。 我教导你们的法令和规律都是我的天主上主吩咐我的, 使你们在将要去占领的土地上遵行, 你们要切实遵行, 这样在万民眼中, 才能显示出你们的智慧和见识。 他们一听到这些法令, 就会说, 这实在是一个有智慧, 有见识的伟大国家。 哪一个强大国家的神, 这样接近他们, 如同我们的天主上主, 在我们每次呼求他时, 这样亲近我们呢? 哪个强大的国家, 有这样公正的法令和规律, 如同我今天在你们面前所颁布的这些法律呢? 所以你们要谨慎, 不可忘记你亲眼所见的骑士。 在有生之日, 不要让这些事远离你的心, 并要把这一切教导你的子子孙孙。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耶路撒冷, 请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 请赞颂上主。 耶路撒冷, 你要赞颂天主。 西雍, 你要赞颂你的天主, 因为他巩固了你的城门, 降伏了你城中的子女。 耶路撒冷, 请赞颂上主。 他向大地发出自己的御旨, 他的圣旨即刻迅速传递, 他降雪有如羊毛, 他洒霜好似飞絮。 耶路撒冷, 请赞颂上主。 他将自己的旨意小遇了雅各, 把自己的戒律启示给以色列。 他从来没有这样恩待过任何国家, 也从未向他们宣示过自己的律法。 耶路撒冷, 请赞颂上主。 祈祷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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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除, 而是要完成。 我是在告诉你们, 即使天地都过去, 法律的一撇一化, 也绝不会过去, 全部都要成就。 所以谁若废除监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田国里将要成为最小的。 但是谁若遵守了, 也这样教训人, 他在田国里要成为伟大的上主的圣言。 记住我们赞领你。 今天的福音提到数学的问题, 就是多少量的问题, 小、大、少、多。 我为了解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我想到我小时候的样子, 有时候我在家里要帮忙做一些家事, 那小朋友没有办法做很多, 就是一点点帮忙扫地, 或是我自己早上自己穿衣服就会不错, 有成就感。 所以我想, 因为我们都是田主的孩子, 永远是孩子, 所以其实我们能做的是一点点而已, 虽然有时候我们很骄傲, 哦,真的, 做了那么多在这个堂取有的贡献, 哦,不得了。 其实都是小小的贡献, 就是天主让我表现一下, 这大部分都是天主自己做的, 所以天主的这个数学, 跟我们人的数学很不一样, 我们做一点点, 愿意跟天主合作, 可是天主做了非常多, 好几倍,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天主合作, 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 虽然真的是一点点很少, 可是天主也看到了, 也会珍惜我们的小小的贡献, 就像小朋友帮忙做家事一样, 希望我们四星期的时候会继续努力, 也许我们会学到新的, 我们可以做新的工作, 也非常好。 祝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情,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你慎重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执意为众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 全意、全力、笑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及祝圣人圣女的玛利亚, 终生是同你。 主请你的宠爱, 目以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 亲友及一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有生的天, 主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各人之间的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及切信用的心中。 求祀我们敬畏及相爱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祀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祢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龙兽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祢的真理局生命。 我们把一切相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祢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祢的名寿显扬, 愿祢的国来临, 愿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祢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祢宽恕我们的罪祸,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信誘惑, 但救我们也愿兇乐。 阿们! 愿天主降福我们这些天主的儿女, 祂的孩子, 让我们今天多做一些在天主家里的家事。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祢的心里同在, 愿圣人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大师道路, 是我寻找的归宿, 大师真名, 大师真名, 我顺服祂之意。 大师生命, 梦生满意, 有母亲, 大师基督, 救赎世间一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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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ез!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